因为你面对于冲突的时候 你那种处理 其实并不是会很好的处理 第二点的话 我是想告诉你是说 你要选择一个公司 它的培训体系要相对完善 虽然你前面的话 你做了很多份工作 但实际上你的职业的 就整体的职业的积淀是不够的 特别同意那个库尔特的话 就是你缺乏职业的积累 包括你展示那个数据 我一定要提醒你一下 公司的运营数据 是不能随便拿出来给别人看的 这样让你下一家公司 也不敢把任何工作交给你 更何况大客户 你带着大客户数据走 那还得了 所以你看人性就是非常复杂的 总体角度上来说 小伙子是实诚的 但他又是有点小心思 他很想通过一种方式 来证明自己 你要求薪资是多少来着 薪资是6到7 最低不低于6 是这个意思吗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还有实战灯 谢谢大家 天生我有 你今天带来了什么才艺 我今天带来了跳舞 跳舞 对 你我一展都不意外 表演下就是跳舞 表演下就是跳舞 我一展都不意外 玩跳舞机的老手吧 对 他都把跳得一样好 平静的外表 一颗骚动的心 你切不切意说 你有一颗骚动的心 有 有哈 这个骚动的心很强烈 时时刻刻都要蹦出 嗓子眼那种感觉 是吗 但为什么不轻易地表达出来呢 就是你有的时候 为什么把自己遮蔽得那么严呢 其实我心里有很多心事 有什么心事说给哥听听 大家也有看到简历 锤子科技 对 当时我为了去这家公司 我当时是我没有偷简历的 因为我认为我的能力 可能匹配不到他们公司的标准 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是被保安拦下来 然后当时他们也没上班 然后我又是睡在那个桥洞里 睡在那个顺风车 远动怪典那种车里 我等了一天 当时我就 怎么说呢 不然你看你那骚动的心又回去了 比较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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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就是没进去 我就想不通了 你有那么大的毅力去睡桥洞 去应聘一家公司的一个职位 却没有毅力去找一个 跟你能够一起相伴一生的 那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到35岁之前 事业为重 你是真的喜欢罗永浩还是喜欢 他们的产品还是喜欢什么 我喜欢罗永浩 新衣企业是哪家 问一下新衣企业是哪家 金山云没来 当时是金山云来 现在你到底要说做什么岗位 要去哪家企业 好 大客户运营 运营支持类 然后或者客户服务类 相公共做就可以 这几个岗位 在这几家企业当中 你所了解到的 哪家企业有 有人游应该能有 然后新工投资的话 应该也有 对2B的一些企业 就是 我们是有的